好 那明老师刚讲到国际媒体追踪拜习会11月份可能声变的同时 在中国的求是媒体唱的路线走的叫做锁国 那习近平如果走到一个超级锁国的路线 那整个国际的局势跟中国内部的政治军事都可能有新一轮的变化 我最后再来谈锁国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不是真正的锁国 我先谈一下今天中午发生的新闻 就是我们击落无人机的事情 两岸情势的紧张其实还没有过去 但是中共现在不断有无人机来骚扰 所以台湾就采取强制驱离的动作 过去我们在外岛本来就有这种规矩的 就是强制驱离的或射击驱离 那你现在无人机侵扰了我领空 所以我们射击把它击落了 其实大家已经接近准战争状态了 所以两岸紧张如果没有意外应该会再起 而再起的两岸紧张对二十大会有新一波冲击 那这点还有一大观察 那我们现在就回来先谈二十大 然后最后再谈锁国的问题 就像刚才创下说的 中共现在基本上官方已经公布了 然后十月九号要开七中全会 然后一个七中全会开四天 在隔三天之后也就整整七天之后 十月十六号开二十大 二十大到现在公布议程是开六天 开到二十二号 二十大开完之后的第二天 就会开二十大一中 那么一中通常是公布新的常委人士 跟高层的这些党内的人士的时间 所以到时候我们会看到 新的一个中共的领导班子会出现 当然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意外 就是应该是习近平是头 然后其他人会一些更动 这我们等一下再谈 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 在这个二十大大概会开些什么问题 假如说这无人机会的事情 没有什么影响的话 那大概会怎么样 现在官方的宣传我们已经看到 七月下旬我们过去跟各位提过一件事情 习近平在七月二十七号当天 开过一个省部级的干部的一个会议 他叫做迎接二十大的专体研导班 他讲二十大我们共产党 在一个新的征程上面 他们喜欢用军事语言 新的这个长登的道路上面 我们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这个非常重要 他也就是告诉大家 二十大的路线跟过去会有所不同 不管真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可能有可能没有 但还一定要告诉你这个新的东西 为什么新的东西呢 因为我习近平要干第三任 所以这个前台词非常关键 我们等一下再介绍说 这是二十七号说的 然后这个三十号的就前几天了 政治局开会 前两天政治局开会 官方发布了消息 他们说二十大呢 是在这个中共全党各国 然后各族人民 全国各族人民 这个迈向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什么等等 然后像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关键大会 为什么要用这么多形容词呢 简单说 就是要告诉大家 习近平又要再干第三任 所以跟过去呢 相比非比寻常 所以必须把那宣传的调子 拉得非常高 但是后面又讲一段话 大会将要高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兵理论 三个代表中央思想 科学发展观等等等等 听起来像是这个套话 然后城墙烂调 不是的 中共在这种地方 讲这种话 通常是有意思 如果在这地方只讲说 新时代的什么习近平什么 那就是真的跟过去很不一样 但现在讲说 马列 毛凳 然后姜跟胡的东西都出来了 表示什么呢 请各位听清楚 在我们常年看中共 这些文字的人看起来 这代表党内有妥协 为什么党内有妥协呢 如果我习近平真正定于一尊 然后我权力不受任何影响的话 前面真的我是不谈的 我就直接把我标举出来就好了 今天我把这些全部列下来 不是说我还继承着传统 或者我爱惜这场 不是的 而是告诉大家 里面有太多反弹的声音 我必须要照顾 所以一个我都不能少 全部都列出来了 我们看见就是 北戴和后一到现在 习近平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 然后呢 大家勉强同意说 好吧 那你干第三届吧 但是你得拿出点东西来 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必须对这些过去的这些老人 不管他有多大影响力 他必须嘴巴上讲 那你们东西呢 我还尊重 我不背离 也就是他说明的是一个 基本上妥协的局面 这点非常关键 但是后面 好 这个关键话来了 然后这个大会 就是二十大将要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这时候把习近平端出来 然后总结新时代以来 就是2012年 习近平上台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重大成就跟保卫经验 你就铺成了这么多 最后就把习抬上来 哦 他现在到这里了 那为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再说一次 因为他破例地干前所未有的第三届 这个是最重要的讯息 那么当然大家对于 二十大开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谈什么问题 有很多很多猜测 比如说路透社就是说 他会几个谜底会接踪 这些谜底呢 这些问题我们就讲过 我们再提一下 第一个习近平的角色会不会变 路透社猜测是不太会变 是 现在看起来不太会变 但是我一直提醒大家 现在是九月初 到十月份开会呢 还有一个半月 大家不要忘记 在十九大开会前一两月 他还抓了孙政才 房峰辉 张扬等等人 也就是他认为 在开会前一两月呢 对他权力还有重大威胁人 还在那边 还抓着这实际权力 所以必须要把它清掉 当时呢 有两个判断 一个判断就是 你看他权力多大 想抓谁就抓谁 另外判断就是 你看他风险多大 都要快开大会了 他还有这么不忠心 留在这么高层 所以他必须处理他 所以这两者呢 真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现在我们讲的就是 对 他现在是三个头衔都在 中共中央的总书记 军委的主席跟国家主席 看起来把决策权跟什么东西 都抓在手上了 然后2018年的时候 我们也讲说 他把那个宪法规定 国家主席呢 把他任期取消了 所以他会连任的呢 是 这我们都看到 但是并不代表 他是一帆风顺的 所以第一呢 角色是不太会变化 但是第二 他的头衔会不会变化 按照中共规矩 就是虽然这党章没有规定到 这么高的这一层 一般来说 中共的这些位置呢 在一定层次以下 他通常只能干两届 一届是五年 两届就是十年 这个在 应该这样说 在国家的干部 不是党的干部 在国家的干部呢 往下一层呢 基本上是这样规定 就是白纸黑字写出来的 这个我们叫做硬规矩 硬规矩一般是不能打破的 所以习近平在2018呢 把这宪法规定的 国家主席两届都拿掉 就是把那硬规矩拿掉了 但党内对这层是没有规范的 党内规范我们当然再加 好那现在回到问题是什么呢 刚才讲说 习近平的角色有没有变化 大概不会变 除非发生什么重大的意外 天翻地覆的意外 否则角色不会变 但是职位会不会变 有可能 因为过去呢 他干的是总书记 干了两届的总书记 然后现在变成这个党的核心 然后变成新时代领导人 他总书记这个名字 或者头衔 似乎呢 搭不上他现在想要的高度 所以我们在猜 他会不会想把这个党 总书记的这个职位呢 拔到主席的位上来 也就是从20大开始 他叫做主席 而不叫总书记了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消息 但是现在还有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 我们在密切观察 中共官方的这放风呢 看看有没有类似消息出来 就可以做一个判断 但是我得回头提醒大家 是 毛泽东过去干过中共党的主席 然后后来有谁干过呢 华国锋干过 干了几年了就倒掉了 胡耀邦干过 干了一年之后呢 就变成总书记了 他会不会再回来呢 我猜他很想要主席这个位置和这个名字 但是拿不拿得到不一定 要看党内妥协程度 这是第二个要观察的问题 第三个要观察的问题 我们过去跟各位提过 就是李克强会去哪里 我们不是说七上八上吗 也就是在党这么高的位置上 当时这个是江泽民前面去斗这个 那个斗木匠啊 然后后面去斗乔石了 他就斗了 弄了各种杠的规矩出来 比如说七十是划线 把乔石划出去了 然后七上八下 然后划线把李瑞涵划出去了 那么既然是七上八下 那你为什么不划出去了 因为我老大嘛 我是总书记嘛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规范到我 那得规范到你们 这个木匠没有办法呢 摸摸壁就下去了 但是以后就形成了一个 不成文的规矩就是 不管怎么说 必须是两届 那现在呢 李克强理论上就七上八下 然后是两届 那现在我们上次跟大家算过年纪 李克强到今年十月十六号 开会的时候 是满六十七岁 但是不到六十八岁 所以理论上他可以不退 我再说一次 理论上他可以不退 但最后退或不退呢 基本上真的是一念之间 也就是习近平认为 李留的对我有帮助的话 就留他 如果留的没有帮助的话 我就不会留他了 各位看王岐山就知道了 所以当时大家说 王岐山会留任常委等等 我们说他要看他觉得有没有用 有用他就留 他就破规矩留 没有用的话 他就不会破这规矩 因为破规矩毕竟就是 你还是有些阻力的 不管这规矩是硬规矩 还是软规矩 那如果李克强留任的话 他比习近平年轻 理论上习近平到时候 是必须下台的 因为六十九岁了 必须下台的 所以比他年轻 李克强留下来的话呢 大概有两个地方去 一个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一个是国家副主席 就是接王岐山现在的位置 那如果他留任的话 当然我们要这样讲 他留任 他就在任总理呢 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是照中共的规矩来说 应该是不容易了 所以有些国际媒体 这样猜呢 我们认为这机会比较少 这是李克强 这是李克强本人的动向 那问题是 李克强留下的位置 叫总理的位置 那谁来接 现在外面猜了比较多的 一个是汪洋 一个是胡中华 一个是陈敏尔 对 这些都有机会 但大家不要忘记 另外几个人 一个叫蔡奇 一个叫李强 一个叫李希 李希是广东省委 大家会说 那不会啊 不是都是四大直辖市街吗 不是的 请各位回去看一下 李克强没有干过 四大直辖市 李克强干的是 辽宁跟河南 就从河南入场 干了排名第七的副总理 然后才接总理的 所以不必然要干到 四大直辖市 当然干到四大直辖市 机会比较大 比如江泽民啊 然后这个习近平 都干过四大直辖市 那么也就是 这个地方还存在的一些变数 好 那现在我们讲的问题是 我们刚刚列的这些名单呢 都是有可能接总理的人 都是一念之间 但是有一点 我们非常确定 就不管将来 谁接总理 这个总理呢 应该也会是一个弱势总理 就像李克强刚刚上来的时候 大家原来以为说是双驾马车 然后习离体制 习离体制 到最后发现是习体制 李完全不构成体制的另外一面 李完全变得一个非常萎缩的一个 就是像是这个秘书长 或者政府秘书长那种角色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就是 下一任总理不管谁干 他会是弱势 好 这是第四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 政治局常委会大概是多少人 现在看起来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是七个 我们过去跟大家讲 我一般来说 政治局常委呢 都是单数 因为最后要投票表决 只有在1989年 六四事件之后 有过的人是六个 我们也跟大家讲 那时候邓小平在常委里面 他的票比别人大张 所以六个没关系 他一票可以压死另外五票 那双数没有关系 那后来为什么就变七个呢 因为没有这个邓小平 强势人马在 所以就变成单数了 那为什么变成 有一段时间变成九个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江泽民要下来 然后胡锦涛上去 江泽民为了继续干太上皇 要架空胡锦涛 所以多摆了两个他的人进去 好 那这样就说明一个问题 如果现在习近平觉得 没有必要的话 就不会再多摆这两个人 所以就是维持七个人 甚至他觉得说 如果不好用 我讲到五个人都是可以的 或者说 我觉得我这张票够大 那双数也没关系 所以我在说什么呢 这些呢都不是硬规矩 这些都是软规矩 软规矩可以随着 领袖的意志变动而变动 好那再来就是 七上八下的问题 七上八下我再说一次 是软规矩不是硬规矩 所以是可以变动的 我们过去谈过 如果知道七上八下 那栗战书到年龄 必须下来 韩正到年龄必须下来 习近平本人也到年龄 也必须下来 那现在看下习不下来的话 那至少理论上两个得下来 那剩下几个没有到年龄的下不下 王沪宁没有到年龄下不下 赵乐际没有到年龄下不下 假设说这四个人 不管你到领不到领都下的话 那就创造下一个问题 谁来接这些位置 谁来接人大 谁来接副主席 谁来接这个书记处的书记 谁来接中纪委 那么他就控制了很多空间出来 我们现在猜测就是 如果习近平的权势真的够大的话 那这些人他都会把他赶走 然后把他的应勇 这边人再拉回来 李强李希臣拉起来 这样他就彻底控制了 但是我们一直提醒大家 他可能权力没什么大 我们前面为什么要讲说 他看起来算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就是留下伏笔 告诉大家说 他的权力可能没那么大 为什么权力没那么大呢 因为他到现在为止 拿出来证据 好像大家不是顶满意 虽然看起来在报纸 在媒体上宣传的非常大 非常大 非常了不起 但实际上大家心中有数 比如第一 脱贫小康 李克强在一月之后讲说 全国有六亿人 每个月收入才一千块钱 然后有多少人 收入不到两千块 这怎么叫脱贫 怎么叫小康呢 虽然不是故意打脸 但毕竟打脸了 第二 收回香港 现在全世界在这边 讲说你对香港 是破坏了国际规矩等等 搞得你灰头土脸了 所以香港说到非常难看 第三 抗议跟清零 大家都觉得是不成功的事情 第四 南海内耳化线 惹出了一大堆的麻烦 大家都反对你 经济表现得非常糟糕 失业非常严重 外交上你觉得非常了不起 但你的战狼外交 被搞得人人喊打 现在呢 裴洛西访台的问题 台海军演问题 国内大反弹 所以你的大国梦 强国梦 你的觉醒的复兴 现在看起来都引发了很大的质疑 所以大家问一个问题 你现在又要说要连任了 但现在看起来呢 你的政绩是吹出来的 你凭什么来说你资格连任 那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说会有反攻 请各位注意 反攻很难在中共的媒体上看到 但在外面媒体上可以看到 请各位去看一下 香港01 这个媒体 他们大概在八月多的时候 出了一系列的五篇特稿 我很快念一下标题 第一篇是 从九龙治水到定义于尊 第二篇叫 不一样的党国 第三篇叫做 最醒目的成绩单之外 反腐败的常态化 不等于制度化 第四篇 意识形态斗争硝烟弥漫 舆论管控成为治理的最大短板 就是最大的缺点 第五篇 中国经济感知的错觉 高预期与低获得感 五篇文章 句句全权套入刀刀剑骨 每一篇文章都打到习近平 这只剩十年来的一些短板或缺点 换句话说 反习的声望 在海外现在正在酝酿 所以现在我们的猜测 就回到你最早的问题 如果在这个时候 习近平还讲 我就是要连任 我就要领导大家 那大家会说 那你给我个理由 他现在能拿出什么理由来 我能同意台湾 大概只能拿出这个理由来了 所以现在回到 你刚刚问的锁国 可能不是锁国 可能是什么呢 他的清零风控 是试探大家能忍受到什么程度 管控百业 一天打一个产业 也是看你们能忍受到什么程度 然后不让大家出国什么等等 都是要干什么呢 暂时动员体制 所以我们不认为是锁国 我们认为他在演练 在进行暂时动员体制 所以就回到我凯特讲的 今天我们中午 击落了五人机 固然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但是也可能意味着 两岸紧张的下一波的开始 好我们稍后回来 创下刚看到的是 美国财经媒体 先逼惜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 以及台湾面对的 军事风险的讨论 而同一时间 美国商务部封杀 中国的力道又加大了 今天直接下令 NVIDIA跟AMD的AI晶片不准卖 其实现在全世界非常关切 习近平即将连任之后 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而且这动作里面 可能是越来越不可测 而里面的核心的危机 就是台湾状况 所以刚刚是一个战略咨询公司的 他们的负责人就说 从最近在台湾附近 不断的惊演 然后无人机不断的侵扰 就认为说 习近平上来之后 在未来几年 中国是很有可能 用某种形式来控制台湾 这个危机是在发生之中 然后另外一个 要怎么去面对中国 所以美国对于去围堵中国 用科技围堵中国的力道 也在不断的加强 8月31号的时候 在先前的时候 针对它的半导体的制程 半导体的软体 美国就开始 做了很多的限制令之后 直接下令 辉瑞和MD 辉达和MD 他们可以做 人工智慧 Deep Learning的 三种的晶片 禁止挑往中国 这里面 一个是A100 一个是H100 这个晶片是可以做 Deep Learning的 语音辨识 还有视觉辨识 这本来就是图像辨识里面 非常先进的晶片 不准进入中国 所以对于辉达来讲 它马上会在今年第三季 因为这个禁令里面 损失4亿美元 股价也一直受挫 而MD 一个MI250的晶片 也是做语音辨识 还有视觉辨识 快速运算的 也被禁止 所以这个就是在 阻止中国在AI技术里面 更进一步 而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可是习近平 还是继续的去决定 往他的20大连任之路前进 然后已经是正式的确定 是10月16号 而这10月16号 很多研究中国的人 也觉得习近平 这个是非常的反常 因为过去中国 做这种20大 16大 18大 19大 他们在乎的是要发 可是习近平竟然 这次不发了 要顺 因为他们过去的时候 像16大和18大 是换届 换届的时候 会选的日子是 11月8号 那为什么是11月8号 因为八字 在中文的发音里面 八和八是一样的 那在19大的时候 是要修宪 修宪让习近平 能够去连任 是11月18号 也是八 都是发 但是习近平这一次 这么一个重要的20大 竟然是10月16号 跟八没有关系 这是非常反常 所以很多研究中国的 语言的 习近平的这种概念的人 就认为说 可能习近平现在已经知道 不能发了 要求顺 那当然我也有很多人 去查了农民历 农民历里面 10月16号那一天 是既迁徙 但是已录练 所以习近平 他就要继续做下去 是不能迁徙的 那录练就是把 邓小平的主训 给他录练下去了 所以这个日期都变成 习近平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看起来是非常的奇特 而在这奇特里面 在中国内部里面的 思想的准备 超前部署 也非常特殊了 9月1号 他们的党媒求是 重新去特别发表了 习近平的一篇文章 里面强道是 为中有机 为可转机 里面习近平讲说 现在中国的双循环 这个新的格局 是要掌握 主动权的先手旗 是不是被迫直取 也不是一个权宜之计 是一个主动出发的 那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呢 在8月24号的时候 中国国家历史研究院 发表了一个 一万五千字的长文 而这一万五千字的长文里面 把明清时代 很多人说他们是 闭关锁国 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 认为是个重大秘密 重新讲了 他们那个叫做 自主现官 而在那个面对西方强大的 整个文艺复兴 科技文明之下 其实还是有做交流的 但是为了国家安全的状况之下 可以很缓慢的 处理到很多外部的压力 比如说抗击倭寇 就是因为他们自主现光 所以才有用 所以为习近平现在的 这样一个闭关的状况 做了一个说明 可是在这个情况里面 其实美国更关心的是说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习近平一切就照着自己的头走 然后科比也出来证实 本来预计11月 习近平和拜登 有没有可能机会 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进展 没有任何的一个定论 好那这个制胜 刚刚讲到中国二十大准备 10月16号登场的同时 下一个热门的总理人选 现在媒体点名的是 汪洋跟胡春华 是没有错 先讲10月16号 这个大概已经确定了 今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头 就刊出了10月16号 要举行中共二十大的 这样确切的新闻 那刚刚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可以先谈一下 时间点来讲 比我们预期的都早 因为譬如说 中共得全代会 五年一次的党 代表大概都是 10月20号以后 比较常见 甚至十九大 上一次的时候 2017年 破到了11月上旬 所以10月16号就举办 这个确实得破不少人的眼镜 那从这里来看 大家可以看出一件事情 就是基本上 在时间点来看 就是大家都有共识 赶快办 晚办不如早办 避免夜长莫多 那这个情况是什么 习的情况是 他希望越早办越好 代表北戴河虽然有一个共识 在那边放着 如果不赶快早早早处理 你不知道中间会有什么事情 在出现什么样新的变化 所以10月16号来办 其实可以解读城市 习已经跟外外戏取成一定的默契 默契跟共识 但是要赶快处理 那第二个才来谈说 那总理的人选 现在大概知道 大家都认为习近平的第三任 大概没有什么悬念 但是要看习近平第三任的权力结构 有多么的稳定 那就要看他的整个常委的布局 跟总理的人选 这两个基本的关键 第一个六七上六八下 这个是中国潜规则 第二个是 在这个 理论上习近平应该有接班人的人选出来 那从这两个角度来看 现在传出来这种可能性 那就要看李克强的动态 一种状况是什么 国家这个党总书记还是习近平担任 那李克强退下来去担任国家副主席 就是王岐山下这个位置 请注意他不是常委 他是虚位的 所以对这个习近平来讲 他等于是把李克强在常委的力量 完全拔除掉 那对习近平来讲 最好最好的算盘是谁 是汪洋 或者是像陈明尔之类的来担任总理 因为这是他放心的人选 即便是汪洋 在一个过渡人选 也会让他接下来的接班人 陈明尔或者是李强 比较顺利的在 接下来一个阶段 2027年的时候 有可能去顺利的接班 这是对习最好的状况 可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第二种可能性 是现在传的比较多的 就是李克强 你继续留在常委会 转任人大委员长 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 总理只能干两任 所以他必须要转任人大委员长 但是他还是排名第二 如果是这样子代表什么 代表习近平的权力 历经了十年 搞了半天 党的总组系 本来以为定位一尊 你连李克强都没办法摆平 所以如果李克强继续留下来 担任人大委员长 那还有一个另外问题是 那其他未满68岁的人 要不要留下来 王沪宁要不要留下来 王洋要不要留下来 赵乐际要不要留下来 全部都要留下来 这个逻辑来看的话 你说当李克强可以留在常委 担任人大委员长的时候 这个大概可以解读成 未来习近平就算继续连任第三任 他的权力结构是不稳定的 他必须跟李克强构置 那在这两个中间 会有一个大概双方的折冲 这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可能性的 也就是北戴河之后 一直传出胡春华要担任总理 那这个可能性高在哪里呢 第一个 那有可能李克强就退下来 退到二线去当副主席 但是由他的团派的代表人 胡春华来接总理 那等于胡春华站到了 那个接班人梯队的最前面的位置 因为我是总理啊 那李克强虽然退到后面 可是团派的力量维持住了 那对习近平来讲 至少他一定程度 在常委会里面定于一尊 不用再受到李克强的挑战 而且他还有其他的人会进来嘛 李强上海市委书记 陈明尔重西市委书记 甚至丁薛祥 中办主任会取代王沪宁等等 那这些人可以让 习近平在常委会里面 占有绝大的权力 那对胡春华来讲 他可能是架空的一个状况 那这可能是团派 李克强跟习近平之间 两个之间的妥协 这也是为什么北戴河会议之后 不断的传出 胡春华有可能接任总理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 我就有一个结论 最惨的是谁 江派 因为韩正没有了 江派等于在 所有的这个 常委里面全面断绝 根绝掉 那二十大之后 江派面临就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 进一步全面再归 大规模的清洗 第二个从此之后 就完全消声匿迹 也没有再回 也没有再能够抵抗的势力 所以从这样整个来看 可以确定就是 二十大的政治稳定 大概习近平现在是 这个牢牢的掌握在手上 好我们稍后回来 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压力 还在变化的 同时外界观察的是 有可能在十月份召开的二十大 但是召开之前 人事更替 今天呢 这一个人事清洗 洗到了空军政委 是的 假如中共的二十大是在十月底召开的话 那么从现在开始算的话 已经不到两个月了 那没有想到在这个最后的阶段 发现这个中共的解放军 这个高级将领 还在进行这个人事上的洗牌 最近发现 空军的政委 由这一位所谓的这个郭普孝 这个人接任 刚刚接任 这个人是上将 他是在2020年12月 习近平提拔的上将 他之前的位置 是这个中央军委 后勤保障部的政委 那么由他到位开始 就可以看到 这个中共解放军 他的陆海空三军 火箭军 这个战略资源部队 武警部队的司令 跟政委 一级军头 都是2020年12月 习近平提拔上来的 那现在就发现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军中 佣人有个大问题 要红不要钻 这什么意思啊 就因为习近平 我们都知道 这个强调党指挥枪嘛 其实就是习指挥枪嘛 所以说呢 你在军中 你只要能够吹捧习近平 拍习近平的马 这个马屁 那你升的就快 郑伟是掌握的人事权的 那在这样的洗牌的过程中呢 就发现 等于是说 中共的军队里面 现在这个有实战经验的 只剩一个人 就刚才有谈到的 那个人 参谋长李作成 他今年68岁 他有什么实战经验呢 就是1980年的那个越战经验嘛 很不幸的那个越战经验 对中共来说 那是一个败战 打败仗的经验 当时打越战的时候 中共的军队还总结了 九个字 哪九个字呢 看不见 上不去 打不着 看不见 不知道越共的军队在哪里 上不去 知道越共的军队在山上 因为打亮山嘛 可是呢 打不上去 打不着 因为当时呢 那个中共的军队 装备落后 所以呢 即使知道了 在哪里 也打不到 他还有 中共的军队 还有另外一个致命性的缺点 就刚才美军有看出来了 你这个所谓的三军联合作战的实战经验 一个都没有 中共的高级将领里面 没有一个有这种经验 完全是指上谈兵 所以说呢 中共的军队 现在看起来 大家也睁大眼睛 看着他 你中共的军队 你还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正好我们刚看到的是印度媒体 今天新的习近平专题报导 这几年呢 美国的政策 快速的扭转成连印制中的路线之后 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就非常的微妙 而这一回合追踪专题报导 这个习近平走上毛泽东路线的同时 中国内部的天灾人祸事实上也还在发展 对因为刚刚印度媒体我觉得他的观察是非常非常精确 他是说中国可能会文革再现 那稍微了解中国 尤其是共产党历史都知道 文革并不是真的要对文化做革命 而是借由文革的方式来行 维稳支持 来去强力的去掌控人民 那如果这样脉络回过台看现在中国 很多事情都解释得通了 为什么BF5 为什么Omicron明明比Alpha 比Delta都还要轻 为什么中国还要强调轻零 为什么BF5又比Omicron来得更轻 传播速度更快 中国还是要强调轻零 因为现在中国拼的不是防疫 拼的叫做维稳 有一个中国网友下了注解 我觉得是最好 他说PCR检测的不是病毒 检测是你的弩性 透过防疫的手段 来去做整个中国内部的维稳 来确保中国还在习近平的掌握之中 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在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在二十大召开的前夕 中国防疫清零政策反而力度加大 这很怪 真的来说像我们台湾要选举 我们选举前我们防疫就会放松 就开始出国玩 然后大家对政府满意就会增加 那这是民主国家的逻辑 可是在专制国家 就是说在换界的时候 我要加强的去做控制 所以你看 现在中国黑龙江河北 广东辽林 深圳成都 武汉大连 全部防控都升级 而且很多地方 升级升的是莫名其妙 而且没有意思的 比如大连 八月二十九号到九月三号 是叫做三级警戒 三级警戒是我用语 我方便让观众理解 简单讲就是不能出门 除非你要去工作 那观众朋友就会说 那大连发生什么事情 要搞到三级警戒呢 十五例 无症状 这是很夸张 怎么会因为 十五例无症状 就要搞到三级警戒 不出门 台湾现在在今天 还是两三万例 那台湾有因为这样而 觉得造成什么恐慌吗 或经济上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吗 看起来还好 然后呢 成都公布 非必要不离联 就不离开成都 大连规定 非必要不离联 那这东西呢 或许呢 大家还觉得说 这可能稍微比较内陆一点点吧 没有 中国现在对于这个防控 就算是在沿海的 大型的GDP的区域 我照样去搞 第一个 深圳的龙华区 我现在宣布 八月三十号到九月二号 全域的管控 那龙华区 当然就是所谓龙华厂 我们是最理解 里面非常多的台商 甚至包含富士空也在这边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龙华区的这种画面呢 一样大白进出等等的 然后呢 开始搭去做PCR 非必要不能出门 然后晚上呢 街上没人逛街 大家都在做PCR 可是问题是 像这种状况 里面也没有真的找到有病毒啊 华强北 停运到九月一号 华强北实在深圳的这个所谓电子一哥街嘛 华强北一年是几千亿对于中国的产值 可几千亿的中国产值呢 说停就停 停了四天 那这个呢 这个上海呢 看到这个忽然 逛百货公司逛到一半 发现说百货公司有确诊者足迹 所有中国人往外冲 为什么往外冲 因为很简单 他知道 中国现在防控已经防控到说 这个有确诊者足迹 他就会要求所有 逛这个百货公司的人 就给我驻来百货公司 三天后才准出来嘛 所以呢 上海一般以为上海已经度过噩梦 可是观众朋友 你理智想想 Omicron结束后现在BA5 BA5传播速度比Omicron更快 当然了 他的这个病毒 他的病重可能也稍微低一点 可是拍摄 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 早晚都会有BA5入侵嘛 所以现在最新的 上海陆家嘴 有34%的店铺是关掉的 所以很多人都怀疑 这34%不是做不下生意 自有确诊者足迹 然后造成这个状况 好 我现在讲完这么多 他说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 中国旗已经不是为了防疫而防疫 而是为了维稳而防疫 PCR测的不是病毒 而是弩性 最扯是一个叫做河南三门瑕士 他忽然宣布 静态管理演练三天 静态管理演练三个小时 大家差不多怎么演练三天 结果大家就问是不是有疫情 他说没有 三门瑕士全部筛检都阴性 你全部筛检都一线 进来管理三天 表示在二十大之前 中国只要觉得两个地方有乱指 我就说你这边有确诊 有确诊就全部待在家里 全部待在家里 有上线我把你抓走 这东西就变成是一个维稳的手段 所以大家会很好奇 这个对 这个表情很好 天价维稳 到底中国这样的国家 每一年花多少钱在维稳 刚刚我们看到 中国每一年花2100亿美金在维稳 2100亿美金是6兆多台币的概念 这些东西有在公安部门 有在做监视器 有在做天网等等的 你知道吗 在上海2020年一整年只有72期抢劫 这是想都不敢想象的 上海是3000万人的大都市 等于是台湾一个国家的人口数的1.5倍 这么多人口只有72个人去抢劫 为什么呢 因为上海你偷窃逮捕率96% 你又在地铁偷窃逮捕率是100% 但很多人说这很好啊 我们就表示说这个业不必户啊 是这个安乐世界啊 不好意思 这东西除了用来抓犯人之外 也抓政治犯嘛 所以这个东西的维稳花那么多钱 更扯事情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中国想到新的维稳的方式 跟新的维稳的理由 就是疫情跟PCR 中国现在有人统计 每一个月全中国光做PCR的钱 5395亿 PCR业者发大财 地方业者发大财 维稳就变成是一个手段 而且这5000多亿只是PCR的钱 还没有算经济损失哦 所以就可以看到 中国这样激起的国家 在20大之前 反而它的密度会增加 防疫的强度也会增加 一切要等习近平20大安然连任之后 中共才有可能回复政策 中国的硬封城 跟这个强势的清零 可能为中国本身的政治经济军事 带来新的变数 当然也对全球带来变数 然而另外一个变数是20大的召开 今天广西先开枪 开枪当然是先效忠领袖 好的 疫情归疫情 战争归战争 可是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 这个20大的召开 还是要按照他的议程召开 按照现在这个时间点 4月5月6月 应该是各省 各省市区要推举 他们的这个所谓的20大的党代表 所以说各地方 其实都在进行这样的推选 没有想到 广西在这个推选的 这个会议上面 他这个会议的这个表述 竟然出现了 看到这样的标语 永远拥戴领袖 捍卫领袖 追随领袖 这还没完啊 就是说由这个广西公部 这个广西的这个省委书记 刘宁 由他的主导之下呢 拍了一个电视片 电视的专题片 那个电视的专题的片呢 叫做紧跟领袖 由这个省委书记刘宁 全程把关 悉心谋划 这看着大家傻眼 就是说这个是抢头香 就是说呢 这是第一个出来表忠 这也是一个一个重大的讯号 就是说呢 在中国的国内 在中共的党内 已经有人率先出来 拥护习近平呢 要连任 20大要连任 今天有刘宁 这个习友 这个李鸿忠 还记不记李鸿忠 在十九大的这个前夕 他本来是湖北的省委书记 他是第一个喊出来 就是说这个习核心的人 所以说呢 他的政治敏锐度呢 是非常高的 其实不止政治敏锐度高啦 你只要是敢于拍马屁 勇于拍马屁 你就会上位 果然这个李鸿忠呢 后面捞了一个天津市委书记 天津市是直辖市啊 中国四大直辖市啊 所以说他捞到官位了 捞到官位结束没有 没有他到了天津以后 第一件事情打出一个标语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谁对这个习近平呢 因为习近平讲的 要绝对忠于习近平 所以说呢 李鸿忠呢 就喊出这样的口号 好了 回来看这个刘宁啊 就刘宁是哪里人 他在中共的这个 那个党内的派系里面 他属于所谓的辽宁帮 因为他是辽宁人 而辽宁帮现在在中共台面上的 第一号人物就是孙春兰 孙春兰呢 他是这个 这个辽宁出生的 孙春兰的故事 我等一下再讲 那辽宁帮里面一个最重要 最重要的大本营 是沈阳军区 所以之前的这个中央军委 这个副主席许其亮 张又霞都是属于辽宁帮的 都是属于沈阳军区的 辽宁帮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叫做薄熙来 所以呢 刚好我最近看到一个最新的统计 就是说过去十年 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反贪府 省部级以上的高官 被整数的下马的 总共有240个人 这240个人呢 是遍布于这个中国的31个省市 各省市都有 但是被抓的最多到 依序 第一个三西省 第二个河北省 第三个就是辽宁省 所以你回来看这个流宁 他这个发迹的过程 他做官的过程 好在都不在辽宁 他很晚 就是2020年的6月 他才回辽宁 当辽宁省的省长 然后呢 做了很短的时间呢 又就被调到广西来了 他今年61岁 中央这个中央候补委员 看起来 他打这个第一枪 他后面呢 应该20大的时候 中央委员应该有他 孙春兰 这个被中共叫做是防疫第一猛将的 其实我知道中共党内叫他孙大妈 她是政治局唯一的女性 其实她是摆设用的 你看 可问各位已经忘了 孙春兰 她有一个职位 她是中央防疫指导组的组长 这个中央防疫指导组的组长 过去两年 只要地方上有这个疫情起的话 都是派孙春兰过去嘛 所以一开始 我印象很深刻 2020年1月22号 孙春兰第一个就跑到武汉去 常驻于武汉 好 重点是什么 过去两年来 武汉 西安 吉林 包括这一次的上海 只要孙春兰去的地方 防疫没有成功过的啦 而且孙春兰去到哪里 被呛到哪里 所以说这个辽宁邦 看起来 因为他其实年龄也到了 就他那个摆设的作用 也 我看也过去了 下一届的这个中共的政治局的常委 看不出有任何女性 可以接班的可能 好 现在刚才谈到了 这个中共的这个人民日报 新华网 一线的媒体呢 连发了六篇评论员的文章 都在讲这个动态清零的政策 都在捧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过去两年来 他的防疫的政策呢 方向呢是正确的是有效的 所以呢 这个卫健委 国家卫健委的这个主任 马小伟还特别出来讲 讲了一段杀气腾腾的话 他说 现在要旗帜鲜明的反对 当前的一些所谓的 与病毒共存的错误思想 还有 把病毒流感化的错误论述 这些都是错误的 而且要旗帜鲜明的反对 好